哇,我們現在在平鎮重劃局 現在這種車型應該是我覺得最適合我的車型 因為我有兩個小孩 然後每次出門的時候 他們都一直跟我泡妖 說好擠喔 我不喜歡坐後面 我怎麼樣怎麼樣 大家都在徵副駕駛坐 所以有一種車子非常適合我 就是這種MPV 但是MPV有的很大台 像箱形車 今天有個車主來分享 這一台真的非常非常適合家庭用車 什麼車呢 就是Volkswagen的Turon 終於有人願意分享這個了 我們今天非常開心我們的車主 Jason 這你的車喔 也是 太帥氣了吧 感覺跟一般的Turon不太一樣 這是什麼規格的 這是頂級的R-Lite版本 R-Lite版本 他跟旁邊那個很彷的宣備車 Golf的車頭新式樣的有點像 他就是同一個世代的車子 從一個世代新的就會很像 對不對 我們來看一下車頭 全LED的 然後這邊這些日行燈是不是 然後有方向燈在這邊 一顆一顆這方向燈 整個在一起 然後下面你這個大包感覺 有很多層次 是R-Lite特飾版的才有 這也是特飾版的 自己貼的 OK 然後他這個Volkswagen的車標已經改成這個 整個是10星的 所以他有ACC這些IQ Drive都有 然後前面有6顆雷達 哇 看他這個MPV做到這麼低 代表他應該也是非常的動感 這個18吋的鋁圈 這應該也是R-Lite特飾才有 對不對 一般的應該是長 他那個也是特殊的 應該是 一般的應該不是長這樣 比較特 這個比較特別 然後R-Lite的飾版 然後這雙色的 不同色 這個是自己烤的嗎 還是原廠的 後來自己換的 這自己換的 本來是白紅色就對了 然後側邊呢 有一個非常明顯的折線 哇 車頂架很有MPV的感覺 上面有個大面積的全景天窗 後面有一個小壓尾 壓尾如果再長一點的話 又更動感 然後後面 是這樣子 後面的下方也是 非常的動感 這是CAMPER嗎 太搞怪了 所以我們這種車子 就是要來看他的後座 對不對 看一下喔 行李箱空間先 電動尾門 我剛還想說 怎麼自己動了起來 嚇我一跳 他這個高度 就沒有一般的MPV這麼高 像我這樣 我把他弄得比較低 你把他弄得比較低 他還可以更高 我想說怎麼會這麼低 跟一般轎車沒兩樣 哇 超大的 是五座的情況 是這個樣子 那如果是七座 我們等一下坐坐看 拉起來了以後 他就大概只剩下這些空間 下面有個地窖吧 有個地窖 大概 大概是這樣 我們去坐一下 後座看看 這是每次到的 這個就是我最痛苦的時間了 5加2的 那後座門板是這樣 這邊是硬直的 然後有個飾板很有質感的 然後這邊全部是改成軟直的 改成軟直 後面這個等一下我們再來做 我們先坐一下第三排 怎麼這麼平 不錯耶 直接坐進來 嗚嗚 好加載我的 是 那個 腳骨還很軟Q的 來來來看一下 欸 這樣子 還可以往前調啊 可是前面沒位子坐 試看看 我現在這樣做 我的頭部已經頂到了 但是寬度是還可以 所以後面坐兩個 小朋友應該是沒問題的 然後後面 窗比較小 有一點優弊 趕快出去了 這是屬於 後拉式3.4的對不對 對 歐洲車就是一定很重視這個 出來 我們來看第二排 這樣子 我往後拉那個對 這樣子 對對對 其實我單手都可以操控 還好 那我剛剛 第三排做的時候 第二排是調到最前面 那我第三排我才能做 那我現在把它調到最前面 大概就是這樣 大概是這樣 如果女生應該是還好 但我身高181公分 但是如果你把它調到最後面 齁 這是怎麼啦 鞋子怎麼有一雙鞋子 對啊 我不是在講這個鞋子 我是說腳步空間怎麼這麼大 大家真是 還有一個飛機椅 飛機餐桌 不錯不錯 然後 這邊還可以調整第三區恆溫空調 然後有一個冷氣出風口 然後因為它三張座椅是獨立的 這個坐起來就是包覆性會特別好 然後頭部空間表現也很好 它這個是一個全景式天窗 所以如果天窗打開的話 你會完全沒有那種壓迫感 然後後面燈在這邊 因為它這個是全景天窗的 寬度表現非常好 我們去看前座的配置 我們去看一下前座 福斯我最喜歡關它的車門 真的是爽 哇 這裡就改成軟質的啦 為什麼第二排是硬的 這邊是皮革 這軟質的感覺摸起來觸感就不一樣 全電動椅 這個皮 德國的皮 福斯的車門就是這樣 直接啟動它 哇 雙圓式的有沒有 然後中間有個彩色資訊幕 雖然小小的 但是可以顯示的資訊好像蠻多的 然後這裡有個車機 這個車機很有質感喔 然後這個有雙區的橫紋空調 按鈕超多了 還支援APA的自動停車系統 因為剛剛我看是前6後6的雷達 所以我猜應該是有 果然有 然後這邊全部是軟質塑料 這個很軟耶 感覺已經有一點皮革的觸感 然後這邊有一個置物 這不是 這CD的 兩個SD 下面有個置物空間 這邊有一個置物空間 MPV就是這樣 什麼東西 MPV就是這樣 置物空間特別多 而且它有個全景天窗耶 這樣子喔 這裡喔 你看 可是很熱 我們把它關起來好了 椅子的包覆性超好的耶 MPV通常都不會做到 這麼好的包覆 然後整個空間 整個配備 整個 電子手煞車 AUTOHO都有 7速的DSG 自手排便速箱 車子沒出去開怎麼行 我們實際上路去試開看看 Let's go 過年快到了 大家都想要來一支 超級輕小的吸盆器 哇 CD超強 任何角落都不放過 還可以吸地坦喔 沙發也可以 超級方便 而且最後彎塔群 張屋直接丟掉喔 有需要的朋友可以參考連結 看詳細資訊喔 今天非常開心喔 天氣非常好耶 很熱就對了 現在應該要37度 這個上面顯示37度 我快燒焦 所以全景天窗 絕對不能開的 對不對 我們就很開心來到這地方 是哪裡的 平鎮的南市重劃區 其實前陣子我們 我跟Bruce 就已經有來過了一次 這邊的房子 當時看就是還有一些一字頭的 可是最近看到這裡的新開案 都是二字頭以上 所以代表說房價這邊也一直在蠢蠢欲動 所以大家有興趣可以自己來這邊看一下 不過我們今天不是來聊房地產 我們是來聊這一台 這個Volkswagen的土郎 這台也是我當時非常關注的一台車 我當時要買車的時候 因為有家庭考量喔 這個一定要空間夠大 然後機能性夠好 然後行李箱空間也要夠大 要裝那些嬰兒推車啊 還有一些媽媽包啊尿布 有一些是直接丟在後車廂的 是不是 可是後來就是沒有選擇它 就是人家就說你買福斯了 你一定會後悔 就是人家講這個毛病特別多 不過多年以後 我自己買了一台福斯車以後 我發現它真的是 雖然也許毛病多不多我不知道 但是開起來感覺你絕對無法忘記 所以我剛剛一上到這台車的時候 整個感覺又回來了 它雖然是MPV車身比較高 但是它整體的操控感受 讓你感受不到它是一台高底盤的MPV 當然它底盤也很低 因為剛剛看那個R-Line 那個底盤非常的低 這開起來跟一般的房車沒有差異太多 然後它的調性又是比較 路感比較清晰的 所以你開起來你會覺得 這台車開起來好輕鬆很好開 然後再來就是它的一個很大的一個賣點 這台空間 第二排是三張獨立座椅 而且它整個打平的時候是非常非常的平的 第三排那兩個位置 雖然我坐起來是沒辦法坐得太舒適 可是肚肚日子沒問題 你可以就是偶而第三排要載兩個人 就不用開兩台車 或者是小朋友坐應該也是還OK 空間需求的人 有空間就是有小孩的人都非常理解 我在講什麼 因為第二排如果放兩個安全座椅 基本上是不能坐人 再來這一台的動力 它是1.4升的渦輪增壓 所以動力表現上面很多人會擔心 但是實際上自己開開看就知道 其實非常的順暢 行雲流水 加上七速的DSG自首排 但這個是乾式的 很多人還是會有疑慮 但是我聽說 這幾年的已經大幅修正跟改善 品質沒有像以前這個樣子 不過試駕這邊小段路 無法凸顯這台車的特質 我們實際請車主來分享 來到這個好地方 中壢旁邊的平鎮 我們今天來分享的這一個是熱血車主 應該講熱血爸爸 Jason 是平鎮在地人嗎 不是 不是 從南部上來的 南部 跟我一樣哪邊 嘉義 旁邊最有名的阿里山 就在我們彰化的隔壁隔壁 所以也是北上打拼 北漂青年 跟我一樣 那我們今天很開心 就是Jason 他來分享的他這台 Voswagen的Turon 這台車其實我已經徵召很久 都沒有人要分享 還好今天有你 剛好看到 對 今天我們就是先來聊這個車子好了 你這個車子什麼時候交車的 去年的12月 去年12月 可是我感覺這不是最新世代的 對 因為我買的是二手車 你買二手車 這台什麼時候的車子 他原本的車主是18年的 18年式的就對了 然後你20年12月的時候交車 所以他等於是兩三年左右 你買下它 兩年多 兩年多買下它 總共開了多少里程呢 我看一下 目前是7萬4 7萬4 這邊按 這邊 對 將近7萬5 7萬4987 對 那7萬多 你自己開了多少 我自己開了大概5千 5千左右 所以你買的時候大概6萬9 差不多 那所以你大概也開了5千 半年多來 快一年左右開了5千 你沒想到你 對 你都 就是為了小孩 為了小孩才買的 那買這個車之前 前車是什麼 Fiesta的手牌 Fiesta手牌 對 那麼小的車換到這麼大的車 對 完全是什麼原因 就是家庭考量 鬧出人命 對 就多了一個小孩 對 那聽說也要計畫再生第二個 趕快增產爆補 我們缺了 所以要生第二個 需要空間的需求 對 然後因為小孩的關係 又有安全的需求 那這兩個考量 有沒有什麼口袋名單 當時 當時有考慮那個 Toyota的Sienta Sienta 聽說你爸也是Toyota名 風田名 他是鐵粉 鐵粉 所以他要求你一定要看Toyota的車 然後還有嗎 還有其他的嗎 本來有看過那台Prius的Alpha Prius Alpha 對 那就是都是Toyota Sienta還有Prius Alpha 因為口袋名單 就是5加2的MPV 對 所以剛好就只有這台車 還要加上這台Toron 對 那怎麼沒有Sienta Sienta的話就是因為安全考量 安全考量 對 比較起來還是覺得服飾車子要 先不要講說安全不安全 就是進來那個門關的感覺 就感覺他就安全了 是 然後Sienta就安全性的部分 對 那個Prius Alpha Prius Alpha 感覺是安全性是比較OK 可是 因為Toyota本身車子的調性 就不是 開起來操控感 就沒有很喜歡 那這個是個人的喜好 OK 那最後就是在安全跟空間的考量之下 選擇了在Bosswagen Toyota 聽了這個Jason分享 他這個車子的一個買車過程 再加上爸爸的一些建議 你真的是不聽爸爸的話 最後居然買了這個 不是你爸喜歡的這個 不過沒關係 開了既來之則安之 既然已經擁有它 我們就好好的愛護它 這個車子開了 現在已經開了5000多公里了 將近75000的一個里程 有沒有什麼優點 可以跟大家分享 它的行路的感覺 我覺得非常的好 行路的感覺 開車的感覺 它雖然是一台MPV 可是我覺得它開起來的感覺 並不會輸給我之前的Fiesta 那個小車子很多 因為這台車室內空間 不要看它很大 其實它的車是高 它的車身高度 沒有想像中的高 一般的MPV 那個都大概1米8直 但是這個大概 就跟一般的 可能休旅車差不多高 差不多 甚至感覺比休旅車更沉一點 可能就比房車高一點點 所以它開起來的操駕感受 其實不管是路感也好 或者是這個操控的轉彎指向性 其實都很接近房車 對 我剛開也是這種感覺 大家可以實際到現場去開開看 所以你之前開Fiesta 聽說是熱血手排 所以你特別重視這一點 從那個換到這邊來 你感覺怎麼樣 當然第一方面就是空間優秀很多 我是說操控的部分 操控部分的話 我覺得它的行路品質還是很有水準 但是它沒有像Fiesta彈跳那麼的明顯 那就是又舒適又有操控 這個才是好的 對我覺得它剛好就是 有點魚與熊長都可以接著的感覺 兩個都有 對對對 我覺得這點非常好 人家說那個什麼小孩才要選 我兩個都要 所以就是你覺得操控的部分非常好 除了這個以外 剛講到空間是不是 對 它空間非常的彈性 空間彈性 就是譬如說今天我父母親上來 加上我家人跟我太太 六個人上車都不是問題 就不用再開兩台車 對 以前就是要開兩台車 以前會很傷腦筋 以前很傷腦筋 那現在就是叫爸爸媽媽媽 坐第三排就對了 哈哈哈哈哈哈 不行 爸爸一定要做副駕 爸爸做副駕嘛 不然他會幹掉 所以你怎麼沒有買Toyota 媽媽跟太太還有想要可以坐後面 後面對 後面還有空間可以放東西 對 我覺得非常棒 空間彈性是2Round的最大一個特色 那除了這個以外呢 還有嗎 當然就是安全 安全性 它的ADAS部分 我覺得是幾乎是全配了 幾乎全配 對 那氣囊素呢 氣囊素是7顆 7顆 幾乎呢 然後它的這種剛性更不用說 對 開過就知道 那除了安全性以外 還有嗎 安全性空間靈活嘛 然後操控的部分 我覺得也很OK 對 大概大致上就是這些 大致上是 聽了我們Jason分享 他這個車子的一個買車過程 還有優點分享 這個 爸爸來 記得一定要讓他做前座 不要讓他做第三排 不然他會 說你怎麼沒有買Toyota 所以如果你家人 說你為什麼不買Toyota 不好意思 就是你給他做了他不舒服的位置 嘿嘿嘿 一定要給他做前座 然後 這車子呢 因為他的定位非常清晰 就是家庭的考量 對 所以有一些缺點 我覺得就 家庭車 他的定位不一樣 有一些人說他不夠熱血 他怎麼樣 外型看起來比較像那個呆板 比較 不過他已經在MPV裡面 看起來比較不呆板 所以這個就是這種缺點 我覺得就不用講了 我們來聊一下你使用上的一些 你覺得他可以更好的 或者是他有什麼地方 如果是這樣改會比較好 其實我覺得這台車子 基本上是沒什麼缺點 但如果 以我個人來說 我覺得如果他有 他有個滑門的話 哪怕他不是電動的 只要是手動的 我都覺得 你為什麼那麼喜歡滑門 因為我覺得有時候想去停車場 你也要抱小孩下來的時候 你門一開 就是 出來的時候 對 如果是滑門的話 就更優秀了 這個是有小孩的人才有感受的 難怪死天堂賣這麼好 小孩子比較好抱 因為 如果你旁邊是剛好有柱子 你的開口是小的 但是你的小孩 你進去 他不是 他沒辦法說 你一定是手這樣子進去抱 那就很麻煩 那這個就是 使用上的真的感受 可是這台 要買到滑門 要雪狼了 雪狼又更貴 又太大 運算又更高 所以就是說 滑門的部分 他可能做出來 會像Sienta那種 就是後面的其實很短 然後他滑可能 大概是那個樣 那這個就看有沒有機會 下一代 OK 那除了這個以外還有嗎 就我個人來說的話 我覺得 如果有換檔撥片 會更優秀 換檔撥片沒有 這是R-Line不是嗎 對 R-Line理論上都有啊 很可惜 不過他這個可以用這個手 這個換檔 你是一定要這兩個 但是我跟你講 我的車很多台都有換檔撥片 像我現在租的那台 納智捷 我跟格上租的那台納智捷 他是 就是已經 很多人覺得他已經很入門了 他也是有換檔撥片 但是換檔撥片我從來沒用過 好看 好啦 這個就是每個人他使用的這個 需求不太一樣 對 看你自己 你覺得還是要換檔撥片 看起來比較整 可能是我就是我開過手牌 所以我就喜歡那種自己 對 你喜歡自己來的感覺 自己來 不喜歡假借他手 好啦好啦 不要再講那些再歪了 OK 那還有其他缺點嗎 沒有 差不多 那我來問看看 這車子這麼大 車身這麼高 然後受力面積這麼大 那他的油耗一定不好 油耗部分 其實雖然他沒有像原廠宣稱的那麼的好 但是我覺得還在可以接受的 原廠宣稱多少 原廠宣稱是 平均落在15.8還是19 15.8 對 非常勝油 這麼大車還有15.8 那實際上你開的是怎麼樣 大概落在12-13 12-13 那市區咧 市區大概9到10 那高速咧 高速大概15-16左右 15-16 那這樣子的油耗你可以接受嗎 可以接受 可以接受 可以接受就好 不要太客氣了 因為畢竟他大嘛 是是是 你又要大 然後又要省油 然後看能不能飛 對不對 看能不能不用錢人家送你 那我現在都是事情 好 那油耗大概這樣 給大家參考 浮屍保養特別貴 你這台有保養過了嗎 接手之後保養過一次 接手你就是回原廠嗎 對回原廠 整個給他大洗一次 對對對 花了多少錢 呃 不含那個 延長保固的話 大概落在2萬多 2萬多塊 這屬於大保養 對 可能連變速箱油 全部都給你整理 全部都換過了 全換了一次2萬多 你這個價錢你能接受嗎 還可以啦 還可以接受 那你之前那個Viesta 大保養一次價多少錢 大概1萬吧 1萬 這個2萬多一倍 你說可以接受 這是要換大的 而且是進口的 對 就要心理準備 早就有心理準備 好 那這個是保養部分 那小保養大概多少錢 目前還沒遇到小保養 還沒遇到 那有遇到下次再跟我們 OKOK 那我想看看 這福斯毛病特別多 DSG啦 你不會怕 DSG還好吧 因為其實 要買之前也有稍微做過功課 那很多車友都分享就是 福斯在16年之後 他的DSG的毛病 改善的非常非常多 對 所以基本上 也沒有去特別擔心這個問題 想一個邏輯就知道 如果有問題 他怎麼可能繼續用 像福特以前用powershift 對那個被麻煩了 沒有用powershift 爛就爛 第二代就改了 就代表有問題 但是這個不是有問題改 改掉變速箱 而是改良 所以他一定是越來越好 我相信我現在也很少聽到 當然零零星星的個案還是有 但是誰東西不會壞 一定都會有不良率 但是就沒有像之前大範圍 大範圍的漏水這樣子 怎麼扯到漏水 OK 那我在想有沒有 二手車價不好 二手車價這是真的 這個部分剛好就是 我為什麼會買中古車的原因 就是 我也是稍微做過功課 就是這類的車子 尤其是像福斯的 它折舊折最高就是前三年 所以這個部分就是 我就當初我也說定 就是我要買三年內的車子 第一個就是折舊率很高 第二個就是 它沒夠保固 第三個就是 三年內你說實在 你要把車子開爛你 也蠻不簡單的 對對對 所以你現在就是 我剛聽你去保養的時候 除了兩萬多的大保養費用 還加了一個延長保固 對五六七年 所以你又多了三年的保固 是 那你這樣子其實 買大概三年左右的中古車 再給它延長保固 對 你就跟新車其實是一樣的 差不多是一樣道理 那其實這個邏輯還不錯 以後大家可以參考一下 你也不用擔心那些毛出現 對對對 那缺點差不多就這些了 對 聽了這個Jason分享 他這個車子買車故事 還有缺點分享 我們最終還是要來個什麼 真心話不冒險 什麼是真心話不冒險 就是Jason你講真心話 讓大家對這個車子有興趣 興趣的人不會冒險買錯車 這台車其實很多人在考慮 只是說會買這種車子 都是家庭考量的人 家庭考量有些爸爸媽媽 就為了這種車子 想要省心一點 不想要花太多時間在車子上面 然後還要去擔心他會出什麼毛 最後就跑回去你爸的愛車 就變這樣子 所以你一定要講真心話 讓對這個車子有興趣的人 可以不冒險買錯車 假設再回到 這個去年一樣的預算 一樣的考量 一樣的使用情境 一樣是VS台要換大車 你依舊選擇這台 Voswagon的2ROM 是會 一樣齁 真的 那你依舊會推薦大家入手這一台嗎 會 會齁 很推薦 開了這快一年的時間 非常的推薦 對 那我剛剛就是在 你在聊天的過程中 我聽到你爸是Toyota的鐵粉 對 然後你上一台是福特的 對 那你買你Toyota 你沒有按照你爸 你忤逆你爸 那你怎麼 你爸當時你買福特 你爸怎樣 他念翻了 念翻了 他就說你什麼車不好買 幹嘛買福特 什麼車不買買福特 老人家都對福特好像都印象都很不好 真的很爛嗎 車子的本質我覺得很好 小毛病是稍微多了一點 小毛病稍微多一點 講了這麼客氣 就是很多小毛病 而且你變速箱已經都沒有那個了 對 已經是手牌了 沒有什麼問題 結果還讓你覺得很多小毛病 對 OK 改天再來有機會再分享這個車子 那你買這個車子 不是就被笑死了 酸爆了 吃檸檬啊 對 我爸就說 他福特不買換福斯啊 結果呢 最後呢 他後來就是車子換了之後 搭車上 我們剛好也出去 出去玩了幾次 他做的時候 越做越滿意 你是不是給他做錢做 對對對 這個是對的選擇 你一定要給你爸做錢做 越做越滿意 然後就沒有再說過 從此就沒有再說過 從此就沒有再說過 下次如果回家說 他出去了 要開他的 Toyota還是開這個 開你這麼好啊 做過就知道 開過做過 然後體驗過就知道 千萬不要聽鍵盤俠在那邊 真的 真的是 那我們今天很感謝我們的Jason 來跟我們分享 他這個車子的一個買車過程 又缺點分享 最後他推薦大家入手這台 Vosewagen的Turon 那我們期待更多的Vosewagen 車主來跟我們分享 你們愛車使用經驗 我們下次見囉 掰掰 過年快到了 大家都想要來一支 超級輕巧的吸塵器 吸力超強 任何角落都不放過 還可以吸地毯 黑沙發也可以 超級方便 而且最後彎塔群 張屋直接丟掉 有需要的朋友可以參考連結 看詳細資訊喔 我靠你都看完了還不趕快訂閱 趕快訂閱吧 哈哈